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美国的恐怖片《婴儿房2》 这部电影至少称得上是良心之作 《婴儿房2》的导演是詹姆斯、温直道、帕特里克、维尔森、罗斯、拜恩、泰、辛普金斯、巴巴拉、好夕等主演的恐怖惊悚旋疑电影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堆小年轻 带着他们的小宝贝儿子搬进了一座老房子 结果遭受恶灵的纠缠 然后男主人公就灵魂出窍地去找他的宝贝儿子的灵魂 而他的肉身则被恶鬼占据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 这简直就是恐怖片中的清流啊 可能是近几年看的中国的恐怖片比较多 不是人为报复就是主人公幻想 千篇一律毫无形意 这婴儿房2是真的有鬼啊 真的超激动 再也不是什么人为的阴谋了 从表层来看 这部影片吓人的手法跟大多数恐怖片一样 例如女鬼飘来飘去 灯光突然熄灭 没有人弹奏钢琴 自己发出声音 婴儿车乱跑 自动开关的门 只出现在照片或镜子上的鬼影 让人不得不称赞 没有出现死活都不相信有鬼的笨蛋 不会让人有看着都急的感觉 所有人物接受失误的能力都很强 智力水平也都可圈可定 没有小看观众的智商 从一开场的序曲到环环相扣的线索 每一幕都弥漫着浓浓的恐惧感 惊吓电完全不低于招魂 有闪灵的戒失环魂剧情 还有借鉴招魂的驱魔 又不缺乏像鬼玩人似的黑色幽默和惊悚恐怖 影片中 冤魂的童年还有点惊魂剧的影子 可以说是极加作优点于一身的好电影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简直凶残 像我这种经常看恐怖片的人 都好几天不敢走夜路 生怕蹦出来个鬼 占据我的肉身 当时是在电影院看的 没想到那一场作无虚席 看电影的整个过程 充满了女生的尖叫声 以及男生倒戏凉气的声音 影片在处理衔接的时候非常好 因为第一部是在2001年4月1日上映的 两部影片时间间隔较长 所以很容易忘记上一部的内容 但是很多网友都说 在神婆被杀死的那一刻 瞬间全部都想起来了 如此封存的记忆被解开 可以说上下两部的衔接非常之妙 完全契合 作文讲究前后呼应 电影也是大同小异 影片的线索明确 两个时空阴阳相隔 一步一步的紧紧的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我感觉到有出戏的感觉 影片中还有大量的关于电剧系列的情节 有时会让人联想到电剧惊魂 第一部中留下了很多谜团 在第二部中全部被解开 给人一种波德云开 剑月明的感觉 《一儿房二》的手法复古多样 在调色方面也很鲜明 看起来不会很突兀 情节波澜起伏 有连环杀人 灵魂出鞘 一桩痞 用鬼影实录的方式 给人一种惊悚的震撼感 在音效的带动下 肌肉紧张到酸痛 看完电影后 有一种截后一生的效果 运用了倒序和插序的叙述手法 将《一儿房一》的故事 完善得更好 补充了很多细节 演员对角色的把握也很到位 无论是动作还是表情 都把人物情感诠释得很是到位 还有老美的化妆技术很有味道 为影片也增色不少 这部影评属于恐怖片中的佼佼者 没有欧美惯用的血腥风格 渲染恐怖 但是依旧恐怖感不减 在第二部的带领下 让没有太多好评的第一部 也上升了不少档子 看完了这么多 是不是也对《一儿房二》 这部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 心动不如行动 择日不如壮日 至现在就去看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